隨著iPhone 3系列發布會的臨近 越來越多的消息指向新iPhone 其中,用戶最關注的除了外觀 這一點就是新配色 即iPhone 11 Pro的暗夜綠色 以及iPhone 12 Pro的海藍色之後 新的iPhone 3 Pro版本 或將再次引來日落金與玫瑰金兩個新配色 這些新顏色看起來也十分時髦潮流 根據削圖可見,日落金與玫瑰金版本 配色擁有同色系的中框顏色 亮面邊框十分富有質感 玫瑰金配色與F6S的顏色似乎有些不同 更偏向於莫蘭迪色系 日落金顏色則更像橙色 與橙紅的晚霞很是相似 相信這兩款配色會受到不少女性用戶的偏愛 蘋果在目前Pro系列出現過的配色中 除了粉色沒有出現過 其他顏色也在此前的產品中都有類似出現 總體來說,今年的配色既時髦又潮流 除了以上這四種顏色外 近日還有爆料消息稱 iPhone 3和iPhone 3 mini在配色方面則依然很豐富 其擁有黑白、紅、珊瑚、黃、綠至多款配色 在iPhone 12的色調中 iPhone 3繼續保留下來 只是它在背部鏡頭設計帶來了唯一的變化 其後置雙色由之前的直線排列改為對角線方案 除了顏色外,今年的iPhone 3系列外觀 依然更凸顯的是更小的劉海 雖然相比上代會有縮小 但整體解鎖方式相同 並解鎖速度也更快 現在甚至還有網友曝光了疑似iPhone 3和iPhone 12的 增機正面對比 根據圖片可見 iPhone 3系列的劉海區域可以說變化非常明顯 其整體寬度似乎縮減了足足一半 肉眼可見的屏佔比提升 聽筒則採用了置頂的隱藏式設計 將劉海區域的空間留給了Face ID 其餘在iPhone 3系列里 它們最值得期待的還有就是屏幕了 據悉iPhone 3 Pro系列將首次 引入高刷新率屏幕 也就是會搭載三星的LTPO技術屏幕 能支持1-120Hz的智能刷新率切換 這樣在iOS系統和120Hz高刷新率屏幕的加持下 iPhone 3 Pro系列在屏幕流暢度方面 將會帶來重大提升 而常規款的iPhone 3和iPhone 3 mini 則還繼續保持6Hz刷新率 另外預計iPhone 3系列還將搭載 使用5nm工藝製成的i15芯片 內部集成高通骁龍X60 5G調制解調器 信號網絡要更好 據推測還將提供毫米波支持 從而可以實現更高的互聯網速度 目前iPhone 12系列則僅支持較低頻率的SUB6GHz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